很多人說起宮崎盡就會拿起天空之城 千二千尋 或者是幽靈公主 但我今天想說的是海潮之星 海潮之星是一部1993年的小說 由原著作者冰失牙子編寫 1993年由急福力工作身負責完成的一個電視動畫 故事就是說 男女主角杜奇塔在一個鄉下的高中心 女主角武藤利家智 因為家裡的關係 所以就由東京的學校搬到鄉下的學校 杜奇塔算是一個很有感覺的學生 而武藤利家智有一份的強勢 杜奇塔有一個死黨叫做松野夫 他的成績很好 這個故事就會圍繞著他們三個人而展開 當然不少死黨是喜歡女主角的 但女主角對他沒有感覺 P.E.男主角對女主角有感覺 但因為知道死黨對女主角都有感覺 所以他就扭扭靈靈扭扭落 死黨是知道這件事的 所以整個故事就是這樣發展下去 最後男女主角在地鐵再次相遇 這個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個故事的細節成分是很高的 首先不同人不同的經歷造成了不同的看法 大家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回憶 男主角傻仔的一個角色 男主角跟死黨很親密很親密 而女主角現在不停會在男主角身邊出現 男主角是感受不到的 而女主角也因為自己強勢的身份 令到男主角禍不出頭腦 扭爆頭 什麼 當在同學會上說起原來 女主角李家子在東京裡有一個想見的人 那就是一個在浴缸睡覺的人 而聽到這個說法的男主角 跟死黨會心微小了一下 因為只有他們兩個才明白 最後男主角跟女主角竟然在月台上再次相遇 而那一份的感覺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地鐵 很難地鐵 香港地鐵很難面對面遇到 在地鐵遇到的機率是很小 但這個再遇上一定是代表有一定的緣分 而這個故事最後 男主角沒有跟女主角說自己很喜歡 雖然跟小說不一樣的結局 但是這一種提過 但是不說穿 被觀眾的一種懸念 令人覺得對雷主角對男主角是怎樣 其實大家心知 跟男主角跟死黨再次相遇 那大家都是要像台灣一樣 喝啤酒在海岸說 打了你一拳 很對不起 因為我知道你的心 原來你都喜歡李家子 但為了顧我感受 多謝你 多謝你 通常男人就不會說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這樣 生命當中會有不少少這些moment 但正因為這樣 所以人生才會覺得寶貴 另外主題曲 如果我可以變成愛可以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歌詞 我自己加上去 而在這個電視劇當中有很多有趣的BGM當中 The Ocean Face 等等都是很有感覺 最後一個小菜單就是 海潮之星雖然是急暴力工作室製作的 但完全是沒有宮崎進和高田分兩個人插手的 是由一班青年人、年輕人來製作的 這個就是宮崎進 這個就是急暴力工作室 我是廢柴成義勇希 一個星期出一條片一天 一個喜歡動漫的人 然後到不齊心 tree 是一個朋友去看 你呀 有種有一點